小丙的哥哥就是大丙 那这个大丙后来 其实用我们很意外的方式 了结了生命 然后你说你跟哥哥 当时用性别反串的方式 在做表演的时候 这样也会被霸凌 对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刚进演艺圈的时候 我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大丙小丙就闯出一个知名度来 是因为我们在做 反串表演这件事 那因为那个时候呢 在做反串表演这件事情 男生只要做反串 其实都是丑化女性形象 比方说把嘴巴画得很大 然后用两个保力龙碗这样子 结果我哥是坚持 就是要画美美的女装这样子 所以你知道我第一次 因为这样子 因为工作的关系 然后就是要坚持 做这样的表演的时候 是被一个化妆师霸凌 因为那个化妆师觉得 你就跟别人一样就好了 随便乱画就好 干嘛一定要贴睫毛啊 弄那个亮片 然后画得那么美啊 又跟这样子 N成我的席肝你知道吗 他就很不爽 他在帮我画的时候 其实他在刷啦拍啦 我就知道那个力道 就不太一样这样子 偏偏 这个时候 因为我的眼睛那时候 就是画下眼线的时候 就很刺激你知道吗 然后呢 那个下眼线的那个眼 那个睫毛膏 又很刺激 然后画上去的时候呢 我眼泪就流下来嘛 流下来之后 就一条黑黑这样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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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生气 他当场给我一巴掌 他给一巴掌 他当场给我一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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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非常生气 他当场给我一巴掌 然后一巴掌回下去之后 那个黑黑这样撒 这样子 就在脸上这样撒 那我觉得他对我就是一种歧视 我心里面那时候很生气 你知道吗 我想说如果有一天我起来 我一定把他弄回来这样子 可是后来再没有遇到他了啦 其实我有时候也会觉得 我还有化妆室在弄我们 对 真的啦 因为我出去人家都说 你本人看眼睛 你还没得到过 我都在那里面 对 对 我没有 你知道人跟那种电视名人见面的时候 都会先说 你比本人帅啊 你比本人比较帅 不是我觉得人家都很真诚跟我们说 是吗 是很真诚吗 可是大家都跟我说 你比电视帅 然后我就听到人家说 我也比电冰箱帅 哇 你的重点大 你比电视帅 我比习气帅 有梗